文偉業議員 主席,我上個星期也預告了,今天我會正式提過動議 基於主席在處理利益關係的問題方面 是沒有申報,你上一次主持會議,在1月8日的會議和今天的會議 你都沒有申報有關的利益 據我的資料顯示,你所隸屬的保險公司 主席,暮尼克載保險先前曾經有資料顯示成保過港珠澳大橋的有關工程 首先我想大家先補充一些資料 第一,我去年已經辭去暮尼再保險的董事職位 現在只是顧問,所以日常業務我是不知情 所以根據我自己的理解,我是沒有直接和間接金錢利益的 因為我已經辭職了董事職位,我已經沒有參加任何日常的會議 開一陣李卓人見到麥克風,一分鐘好嗎? 謝謝,因為你剛才,很簡單,我問你而已 因為你剛才說辭職了,但你還是顧問的嘛 顧問是否受薪的? 顧問是受薪,不過我都跟著所有規矩做 而且你都說明是不會參加日常工作的 即是他根本做甚麼我也不知道 所以是不會有牽涉那個利益 根據大陸媒體《21世紀經濟》在2010年2月3日的報導 這間莫尼克再保險公司是有成保港珠澳大橋工程的 所以我終於明白為何你在2015年12月4日財委會會議上面 跟陳偉業那時說,廣珠澳大橋工程的保險金已經給了 你今天跟我說你沒有參與這個日常的工作 你只是受薪顧問 如果你沒有參與,為何你會清楚呢? 你當時沒有解釋給陳偉業知道為何你掌握到這些保險金的資料 我今天終於明白了 所以希望各位議員是可以知道怎樣投票,是不要包庇 你吃得出來 你吃得出來 谢谢观看